好 我们来讲下一张就是生活费用的衡量 其实就是怎么样来计算这个物价水平 我们刚才其实已经讲了一个方法 叫GDP评价指数 也是用来计算物价 那这个是另外一种衡量的方法 我们待会要比较一下这两个方法的差别 这张的标题叫生活费用的衡量 也可以翻译成叫生活成本的衡量 所以我实际上觉得翻译成叫生活成本的衡量 可能更好一点 因为这个cast这个词还是一般都翻译成叫成本 那为什么翻译成费用呢 可能还是就是这个翻译的人认为 如果翻译成成本的话 可能更容易跟生产成本混合 混淆 所以他把它翻译成费用 但这个费用呢 实际上在英文里边并不是这个词对吧 它应该叫expenditure 或者叫这个 其他的或者叫费什么 有时候我们称为叫费用 这个不是非常的恰当这个翻译 但是大家这个意思应该是可以理解 它之所以叫生活成本的衡量 实际上是代表着就是物价的变动会影响到你的生活成本 你可以这么理解 如果你的收入不变 物价上升 你可以可能说生活成本就会增加 这个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把物价看成是一种生活成本的一种衡量 所以它本质的是想描述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是经济当中的价格总水平的上升 我们称为叫通货膨胀 是所有物价水平都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动 通货膨胀率是一个物价的变化率 上一个时期以来价格水平的百分比变化 那么我们这一刻要关注的这个物价衡量指标 我们叫消费者价格指数 我们通称叫CPI 所以CPI这个概念 大概是少数几个经济学的概念 大家经常谈论的 或者基本上知道的人比较多的 除了GDP就是这个CPI 消费者价格指数 这个的变动就衡量了 也是一个指数 这个index的意思就是跟GDP也是一样 它也是一个某一年是100 在这个基础上发生变化的一个数字 所以也是一个指数 它并不是一个绝对的价格水平 而也是一个指数 我们把它翻译成叫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或者叫消费物价指数 这个说法都有 它衡量一个典型的消费者 购买的物品和服务的总费用 我们待会儿来解释 这个总费用实际上是对于一个物价水平 因为在这个总费用里边 购买的物品没有发生 所以任何总费用的变化 实际上就是物价变动的一个体现 在美国这个叫劳工统计局 中国当然就是国家统计局 每个月都要发布 所以这个指标是一个 相对来说统计的比较多的 所以这个指标也受到关注 任何一个东西经常出现 有时候曝光率比较高就比较受到关注 CPI的曝光率还算比较高的 每个月都要公布一个 像GDP我们说了 最多三个月能公布一次 我们首先来看看怎么算的 这个地方直接就讲是怎么算的 那这个怎么算的呢 我们说衡量物价的时候 你要保持这个物品不变 对吧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都看苹果 可以对吧 我们看苹果每年的价格变动 而且这个苹果还要准确定义 对吧 是红富士苹果 什么地方产的 甚至对吧 多大的 甚至可能都有点影响 但是它原理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要固定下来 你观察的物品 看它的价格变动 对吧 比如说都看鸡蛋 但是呢 这边问题就是说 你不能只固定一个物品 对吧 这一个物品就不准确 鸡蛋可能涨了 电脑可能跌了 对吧 那就说是要 是要固定下来物品 但是不要固定一个物品 我们要固定很多很多物品 对吧 同时观察这些物品的价格变动 所以这个原理是非常简单的 所以就出现一个固定篮子 这个basket的概念就是 所以篮子就是里边要放很多东西 对吧 不是放一个东西 但是这个篮子放的东西 每次都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就首先要确定 哪些物品对于消费者是重要的 他们经常购买 频繁购买的 是什么样的物品 而且每一样物品要购买多少 对吧 比如说他们要每个月 比如说每个月要购买 10斤面粉 比如说这个20斤鸡蛋 30斤猪肉 对吧 平均一个要购买一件衣服 等等等等 电视机 可能一年购买一台 或者若干年购买一台 对吧 所以这就是一个权重的一个概念 所以确认点击消费 是购买的物品和服务的一个篮子 这个当然是个非常复杂的工作 每个消费者买东西都不一样 但是最终统计局是有一个办法 算出一个平均的一个篮子的构成 待会我们其实还要讲 你可以用比例来表示 你不一定非要用这个物理的数量 对吧 你可以用一个比例来表示 这个篮子的构成 这样会稍微简单一点 那么确定了这个篮子以后 这个篮子要放什么物品 这个是要确定下来 对吧 这个面包 什么样的面包 甚至都要考虑到 因为当你去收集这些价格的时候 你可能说权重的时候可以用比例 但是你去收集这些价格的时候 你还是要落实到具体的商品 对吧 比如说剪刀可能要落实到王娃子剪刀 对吧 你不能简单的说剪刀 因为剪刀有很多种 不同的剪刀它的 它的价格也不一样 对吧 质量也不一样 所以这个是个非常细的工作 你可以想 非常非常细致 所以这个物价调查 物价调查员本身是一个非常繁杂的工作 然后你确定完了这个篮子 甚至要具体到 确定到某一个商品 去收集它的物价的变动 然后进行消费者调查 这个地方还暂时只是说 你要找到这些商品 然后每一样商品占的比重是多少 所以这个是要设定 这个比重可能就要参照 这个一个支出的构成 那么第二步呢 这个篮子确定以后 篮子当中放什么样的商品 每样的商品 它的比重是多少 都确定完了以后 那么剩下的事情就是每一个月固定的 去收集这些商品的价格 每一时点 当然是每一个月 你可能一个月跑一趟 把这些东西都找来 算出一个这个月的物价指数 然后完了以后就可以计算 用你收集来的价格 和你事先确定好的权重 进行加权的平均 这样就算出来一个 或者加权的求和 这样就算出来一个篮子的费用 这个费用呢 就用于在进行跨年度 或者跨月度的比较的时候 计算出一个通货膨胀的一个变动 这样还是有一个基年 因为是一个指数嘛 基年的时候我们把它 把它单位化为100 把基年算出来的价格给它都归成100 其他的都和它比 这样算出来一个指数 这就反映了一个跨时间的物价变动 某一年的价格除以其在基年的价格的乘以100 就得到一个指数 这就是我们的CPI指数 那么基年的这个指数显然就是100 有了指数以后 我们可以算通货膨胀率 用上一时期以来 这个CPI的变动 就变成了通货膨胀率 用上一年的CPI除以 这一年的CPI除以上一年的CPI 再除以 这一年CPI减上一年CPI 再除以上一年的CPI 这是算出来通货膨胀率的概念 好 这就是简单的一个算法 我们下面举个例子来说明 我们假定第一步 首先确定的一个篮子 这个篮子里边 我们认为消费者一个月 或者说一天嘛 典型的购买是四个热狗两个汉堡 当然这里边还有其他商品 我们都没有考虑 都忽略掉 所以暂时就是说 他们就购买两种商品 他们的数量是按这个来确定 第二步呢 我们就去收集每一年 或者是每个月 他们的价格 比如说这是在2001年 0203年 分别收集了他们的一组价格 然后呢 我们再计算 固定篮子 这个地方很重要的是 这个篮子是固定的 就这个数量是固定的 刚才算实际GDP正好是反的 对吧 是价格是固定的 所以固定的东西不一样 实际GDP是固定价格 数量可以变 CPI是固定数量 价格可以变 所以这地方永远是四个热狗两个汉堡 我们买同样的东西看价格的变动 这样就计算出来的是物价的变动 这个直观上是很好理解的 每年都算出来一个 购买同样的四个热狗两个汉堡的价格 花费 然后呢我们把2001年作为纪念 其他各年的支出和它做比较 所以2001年永远算出来是100 就是分子分母 都是同样的支出 所以就是100 那么其他各年都是和它比 都是和2001年的花费就8块钱比 然后它的花费增加多少 再乘以100 就算出来一个物价指数 消费者价格指数 所以这个就是CPI 这个算出来就已经是CPI了 但是我们通常并不直接报这个CPI是多少 我们还是要说CPI上涨了多少 那就是要和 做一个跨年的比较 或者叫通货膨胀率是多少 所以这个通货膨胀率就可以算 对吧 这个数字有点大 够糟糕的 2002年 是2001年CPI175 接2001年CPI100 再出100 再乘100 所以CPI的上涨是75% 然后呢 再说2003年 对吧 和上一年比 一般通货膨胀率都是逐年的比较 没有人说 2003年比2001年物价上涨多少 没有人这么说 都是和上一年比 那其实统计局还有一个说法 大家它统计年纪 它叫环比和铜比 我这稍微说一下 它这个区别在哪 环比 还有一个叫铜比 对吧 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CPI是按月度统计的 这两个概念为什么会出现 是按月度统计的 才会出现这个概念 对吧 所谓环比呢 是按月比 对吧 所以环比就是 这个月和上个月比 就是 本月比上月 对吧 本月和上月比 这叫环比 对吧 就是说我是一个月一个月的比 因为我这个本身是一个月一个月算出来的 我当然可以 对吧 北京是2016年2月份的物价和1月份物价比 那个叫环比 对吧 但我们有时候不太喜欢这个概念 对吧 因为环比它 比如说我们的GDP都是按年度算的 对吧 每年增长多少 你这个环比实际上是 只是每个月的变动 比如说每个月增长1% 那可能10个月增长10% 对吧 或者1年增长12% 所以呢我们希望不是按月比 按月比这个数字可能会比较小 你可以想象 对吧 每个月增长的物价可能不太多 那就出现了同比的概念 同比就是本月和去年的同一个月比 对吧 本月比去年同一个月 去年的同月 对吧 比如说2016年1月和2015年1月比 这个就叫同比 或者说同比实际上是个年率的概念 你可以这么理解 同比其实就是年率 对吧 我今年的物价 同一个时期和去年的比 这叫同比 环比实际上就是月率 对吧 就每个月的物价变动 对吧 所以这个概念 有时候会说 环比上涨多少多少 同比上涨多少多少 那肯定是环比的数字 比同比要 通常要小 当然你如果中间有物价下跌 那可能反而 环比的数字更大 有种可能 对吧 如果假定物价总是上涨 那肯定是同比比环比要大 那如果物价老在波动 那可能环比比同比还要 大一点 都有可能 所以这就是这个概念 环比和同比 同比是跟去年比 环比是跟上个月比 那GDP 如果你没有这个区别 你所有的数字都是年度数字 就没有这差别 对吧 反正环比都是跟去年比 同比也是跟去年比 就没有差别 它之所以有差别 就是因为 这个数字每个月都有 而我们一般是关注它的年变化 所以为了算这个年率 就出来一个同比的概念 所以我们现在这张算的 你都可以理解成是同比 因为它没有区分不同的月份 那这两个指标都有意义 对吧 我们说你要关注近期的物价变动 可能环比更准确 对吧 如果你要关注的是 在某一个时期 一年之内 比较稍微比较长的时期 一个平均的变动呢 就是看同比可能更合适一些 对吧 所以这个是可以理解 好 那么这就是消费价值数 讲到这就讲完了 就是你固定一个篮子 然后每年去统计它的价格 然后算出一个总的费用 然后逐年的比较 就变成了一个CPI指数 那么这里边 当然可以根据同样的原理 构造一些其他的价格指数 比如说不同地域的指数 成都 北京 广州 上海 对吧 这都可以去算 不同的手也可以 也可以分类指数 对吧 食品价格指数 住宅价格 住房价格指数 对吧 这个 还有一些其他的 对吧 娱乐的价格指数 教育的价格指数 对吧 都可以算 你CPI能分成多少类 我这都可以给你分成多少类 对吧 GDP GDP能分成多少类 都可以分成 消费价格指数 还可以有 生战者价格指数 对吧 企业而非消费者购买的 物品的服务的费用 对吧 这里边当然就包含一些投资品 包含了原材料 对吧 生战者价格指数里边 肯定包含了原材料 应该没有包含工资 因为按照这个说法 不应该有工资在里边 作为生战者价格指数 这个实际上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我这也只是 稍微提一下 因为我们用的并不多 这个PPI 所以中国现在情况是 PPI都是下降的 都是负的 CPI是正的 所以企业的生产 都不怎么景气 对吧 所以 企业这些原材料的价格市场 都是需求很弱的 都是负的 CPI确实在上涨 可能原因是 比如说 我们大致会说 这里边构成里边 中国的CPI的构成 食品的比例非常大 所以一般农产品的价格的变动 影响比较大 但是这个生产者价格指数里边 可能农产品关系就不是很大了 对吧 因为企业购买的物品 企业很多企业生产 并不是依靠农产品 除非是农产品加工企业 所以这里边 差别可能会跟这些东西有关系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还是回到这个CPI 我们来看一下 它都信是怎么样构成的 好 我们这给出来是个比例的概念 我待会给大家解释 这个比例的概念 怎么样跟CPI相关联 因为我们刚才是说 四个热狗两个汉堡 对吧 现在这是说 我考察的是 你一个消费者 一个月的支出当中的 某些支出的比例是多少 那你可能会问 这个比例跟CPI的 这个计算方法的关系是什么 我待会给大家解释 所以现在我暂时 先来看一下这些构成 当然谋论性上讲 这个比例越高呢 它的权重就越大 对吧 权重就越大 比如说在美国 住房占了41% 当然这个住房 大家注意啊 不是买房子 这个housing是动词 这个一旦变成动词以后 就是我住这个房子的费用 对吧 housing是说 或者叫housing service 住房服务 原来我一直不理解 这个housing service 我现在越来越理解 他意思就是说 我每个月住在这个房子里的 这个费用 对吧 相当于是房租的概念 房租的概念 如果你买的房子 就要算自有房屋的租金 对吧 这个是一个等价的租金 所以这个housing的概念 是你在北京租房子 比如说对吧 你每个月花费是多大 不是你买房子 买房子的花费 如果你这个月买了房子 这个月的花费 你的房价的花费 就大于百分之一百甚至 因为你 你一个月才挣一千 你这个月买房子 花了一百万 它的比例是多少 对吧 无穷大 差不多无穷大 很大的一个数字 所以 房价不能算在CPI里边 这里边其实是一个 非常简单的道理 你一旦房价算CPI以后 你那CPI根本没法用 对吧 你平均一个月才花三千块钱 你这个月如果 一月一号买了一个房子 你花了几百万 那就比例是多少 没人知道 对吧 这事情就 就没法 就简单的 simply就是说 没法算 对吧 你还不要管这个东西怎么算 就没法算 所以唯一的算法 就是把它合成房租 对吧 你每个月 租房子 如果你买房子的话 我把你买房子的费用分摊 就等于是 对吧 你这个月买了房子 我不算 那我每个月都给你 把它算到你的房租里 你给我自有房租嘛 自有租房房租 所以假定你一月一号买了房子 统计就告诉你说 我就从以后 每个月都给你算一个房租 对吧 我把你在一月一号买房子 这个支出分摊到你各个月 你这房子都用五十年呢 我就给你分摊到五十年 对吧 所以是这么来算的 如果你买了十年以后 又卖了呢 那你这个中间有个差价 这个差价就是相当于你房租 对吧 你十年前买的房子 十年以后卖 如果亏了的话 你房子折旧了嘛 那中间这些就是你的房租 如果你赚了呢 那你算投资收益 我不管你 对吧 你投资赚钱了 跟你的消费支出没有关系 对吧 但是这个房子十年当中 你使用的这个损耗 对吧 我是按照房租给你折了的 对吧 所以这个是这么算的 不能直接把房价算到 CPI里边 因为你真实的费用 实际上是这个 从消费的角度讲 就是你每个月住 这个房子的花费 对吧 你租房子 就是租房子的费用 你买房子呢 就是核的这个住坚 对吧 核的这个住坚 或者我形象的说 是把你买房子这个费用 给你摊 摊销一下 对吧 让他摊到这每个月当中的 这个花费 因为你那个时候不再租房子了 但是你买房子的花费呢 我跟你 所以你还是用房租的方法来摊一下 所以这个房租的费用是41% 交通17% 食品15% 还有些教育通讯7% 医疗7% 这个医疗应该是消费者自己掏的那部分 应该不包含政府的社会福利这部分 还有服装 还有一些其他 所以这是美国 来看一下中国 中国这个数字可能发生了点变动 我刚才最近看一个消息说 2016年1月有一个调整 但是我这个数字可能还是2016年1月之前的 而且我这个数字来源是什么呢 百度文库 就说我找不到一个官方的途径来找这个数字 所以只好在百度文库上去找 但是我相信有人把这个小数点都给出来了 应该不是造假 造假不能造这么假 小数点后面的位数都有 看起来造的还挺 真的 所以中国这个食品战的比例非常大 食品战的比例非常大 这里边其实就是很多人批评 我们在网络学团上也放了一些新闻 就是这个居住的比例远远小于食品 居住只占17% 所以一般人很难想象 对吧 就是 比如说北京这样的大城市 你一个月吃饭的钱多呢 还是房租的钱多呢 可能还是房租的钱会稍微的多一些 对吧 你可能租一个房子一个月准备得五六千 对吧 吃可能 吃不了那么多 所以 但是我觉得差别没那么大 你一个月租房子五千吃饭 可能如果吃的好一点 也得四五千 对吧 但是如果差一倍 这个可能确实有点夸张了 所以现在再调 调的原则 还是要把房租这部分 稍微调得高一点 食品稍微调得低一点 那原因其实比如说 有时候 因为中国各个地方房价差别很大 有的地方可能房租确实特别便宜 对吧 一些二三线城市 另外一个你还考虑农村的问题 因为这个比例是全中国的 对吧 把农民也放进来 所以农民这个居住的成本 我想应该 第一可能不是很高 第二其实也很难算 对吧 农村的一个房子 房租是多少 这个恐怕就是不太好合 对吧 所以种种吧 我相信统计局的人肯定没有故意的 少算这个住房的费用 由于中国各种不同的原因 所以导致这个差别 所以这个也有些人去批评这个 但是其实某种意义上讲 也很难说谁是正确的 好 我刚才讲了说 我们这个表里边都是比例 我们下面就实际上是用一个数学公式 看一下这个比例和数量的关系 对吧 就是说CPI的定义里边都是数量 四个汉堡两个热狗 那我们说实际算的时候 这个比例在这当中起什么作用呢 我们说实际上是可以做一个换算 最终把这个数量换成比例 所以我们最终算CPI的时候 实际上某种意义上都是在用比例来算 来看一下为什么可以做这个转换 其实很简单 好 我们把CPI的定义是写成这样 对吧 就是这个Q0代表基年的 的数量 相当于是一个固定篮子 对吧 这个P0是基年的价格 这个PT是当年的价格 所以你算是CPI是这个 你当然还应该乘个100 但是我这地方就乘100 我就偷懒就不乘了 反正乘不乘100 都只是差一个100倍 不影响这个数字的相对的关系 所以这个是它的定义式 对吧 就是基年的数量和当年的价格 算出一个当年的费用 然后再出一个基年的费用 好 这个式子其实很简单 马上你可以变化 你把这个分子给它写成这样 对吧 就是我除一个P0再乘一个P0 这是可以的 就是我把这个PTQ0写成PT除以P0 再乘以P0乘以Q0 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扩起来 然后在这再取核 再给它除这个 那这个呢实际上你可以看啊 它每一项里边都写成了除再乘 对吧 所以每一项都是 有一个这一项 还有一个这一项 对吧 然后再求核 那所以我下一步呢 就可以写成 这个样子 对吧 我求核符号还是在最外边 还是在这个 这样写可能看着不是很清楚啊 但是比如说你 我这样来给你写 你可能就明白了 对吧 就这样 这个Sigma符号在里边 有时候是看不太清楚 所以我看两个商品 比如说P1乘以Q1加P2乘以Q2 对吧 我这加个一匹 我这个一匹代表的是当年啊 这个不带匹就是基年 所以这个还是Q1 这个还是Q2 对吧 这是P1 这个是P2 这个不带匹就代表着 就相当于那个0 因为这个0带着很难看 我就不要了 所以这个式子 你可以写成是 P1一匹除以P1 再乘以P1Q1 对吧 然后这个也可以写成 P1一匹除以P2 再乘以P2Q2 对吧 然后这底下是这个 好 那这个式子呢 再变呢 你往这边看啊 就可以写成P1 P1写除以P1 再去乘以P1Q1 对吧 P2Q2乘以P1Q1加P2Q2 对吧 所以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比例 对吧 就是说 我的CPI可以算成是上面这个式子 我也可以说 我有两个商品 第一个商品 这个篮子里边 这个都是固定篮子啊 这里边这个所有的数量和价格都是基年的 新年当中这个物品在整个花 这个篮子当中的花费的比例 再和这个物品的价格变化 作为一个乘数 对吧 然后再去加上另外一个物品 价格变化的比例 和这个物品在支出当中的份额 对吧 所以实际上我就不一定非要去 每个物品的物理数量给它找出来 我只需要知道它的份额 然后在这个地方就没有数量 这个地方只有价格 所以这样也可以算 对吧 就是我把每一个物品的价格变动 和这个物品在我支出的这个份额找出来 这样会比较简单 这样会比较简单 不需要具体的数量 比如说这就是剪刀 剪刀的价格 然后我知道你每个月买剪刀 在你的支出当中的份额 对吧 这个是粮食 粮食的份额乘以粮食的价格变动 但可能细话说 粮食里边要分小麦大麦 那可能说 原则上讲 一些拆开了的都是单个的商品 但是你可以逐层加总 你可以先算一个粮食的指数 粮食的指数算出来以后 粮食的份额 对吧 然后粮食的指数算的时候呢 这个P2又可以变成是一个CPI 对吧 就是粮食的CPI 对吧 所以这个P2本身可以就是一个指数 也可以 对吧 比如说我先算出一个粮食的CPI 然后带进来 然后把粮食在支出量份额算出来 所以粮食CPI又可以展开 粮食又分成小麦大麦 然后又开始分开算 对吧 所以这个是可以的 所以这个方法是 跟前面这个方法是等价的 这地方稍微说一下 这种求和符号多了以后 确实我自己也搞不清楚 为什么会这么弄 但是你要把它拆开来看呢 就可以 还是能看出来这个差别 这个为什么是对的 所以CPI可以表示为 每种物品在固定档子中的 支出比例为权重的 每种物品当期价格与 极其价格比例的 加权平均 所以这个是可以的 所以我们来解释要为什么 而且这个权重的大小 恰好就等于你这个支出比例 对吧 所以这个支出比例本身是可以 作为权重使用的 解释了刚才为什么会出现 这个比例这个概念 好 这个算法到这就结束了 怎么来算这个CPI 下面我们讨论它一些 衡量当中的一些问题 好 这个就稍微有一点点理论 实际上是 就是说我们说 当我们算CPI的时候 它是存在一些衡量上的问题 我们理论上是希望计算 这个人生活水平不变 他的支出要增加多少 对吧 就是说 什么意思 我说今年的物价比去年涨了百分之十 他的概念是说什么呢 我要让这个人的生活和去年一样好 我得让他的支出增加百分之十 或者当然我们说如果他收支是平衡的 我们让他收入增加了百分之十 对吧 所以说去年假定这个人花了一百块钱 他有一个生活水平 对吧 他一百块钱的生活水平是怎么样怎么样 可以吃几个面包 可以喝几杯牛奶 等等等等 那今年我们说物价涨了百分之十 假定我们有一个说法说物价涨了百分之十 我们脑子里的概念就是说如果还要让他维持跟去年一样的生活水平 那我觉得给他一百一十块钱 对吧 他原来一百块钱的东西现在要一百一十块钱才能买 他的生活水平不变的时候 他的支出的增加 我们才称为叫生活成本的增加 所以生活成本的概念是 你的生活水平不变的时候 你要多花多少钱 对吧 所以当我们说一个妇人的生活成本比一个穷人高的时候 这句话没有意义 一个妇人一个月花一万 一个穷人一个月花一千 我们能说妇人的生活成本比穷人高吗 不能这么说 但是我们说这个人两个人都是穷人 两个人都活得一样好 但是这个人要花一百块钱才能活这么好 这个人要花一百一十块钱才能活得跟另外一个穷人一样好 那我说这个穷人的生活成本是那个穷人的1.1倍 这是对的 就是说生活成本这个概念之所以成立 一定是针对一个不变的生活水平 对吧 我没有办法比较两个人生活水平不一样的生活成本 但是我总是可以比较两个人的生活水平一样的生活成本 那什么叫生活水平一样啊 所以这是一个经济学问题 经济学认为的什么叫生活水平一样 就是我们要用那个效用函数目中心上讲 加上我们要讲终极微观 如果这两个人的效用是一样的 我们说他的生活水平是一样的 所以这就是有点抽象 有点抽象 什么意思呢 所以这就出来一个问题 我说这个人的生活水平不变 我并不要求他买的东西不变 所以这有一点的经济学的东西在里边 这个人 这个地方有一个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说假定这个人原来买四个热狗两个汉堡 那今年他还买四个热狗两个汉堡 我们的结论是什么呢 他的生活水平肯定没变 他买同样的东西 他的生活水平没变 但是假定问题出现在 他假定去年买四个热狗两个汉堡 今年买三个热狗三个汉堡呢 那我就不太明确他的生活水平是不是变了 至少从数据上我没有办法观察到 但是我们却很难说 他肯定生活水平有变化 他原来买四个热狗两个汉堡 现在买三个热狗三个汉堡 但究竟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 一般来说我们没法判断 但是在有些特定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判断 对吧 比如说 他原来买四个热狗两个汉堡 今年呢 他这些钱仍然购买四个热狗两个汉堡 他钱够 他购买四个热狗两个汉堡 但是他却没有去买四个热狗两个汉堡 他买了三个热狗三个汉堡 我们的结论是什么呢 他的生活水平肯定变好了 因为他总是会选择一个更好的 他的钱购买A 他买了B 这个组合 他这个钱购买A组合 但是他却买了B这个组合 那就说明B这个组合比A这个组合好 但是说同样多的钱 你能买原来的东西 不买原来的东西 你买了别的东西 那你生活水平变高了 所以CPI是说什么呢 CPI是说 我永远不允许你买其他东西 你永远都得给我买四个热狗两个汉堡 我来看这四个热狗两个汉堡的费用的变动 实际上就是给消费者增加了一个不必要的约束 消费者说 那我如果觉得热狗变贵了 我想少吃的热狗多买点汉堡 你都不允许 你非要让我去买那个贵的东西 那这样算出来的生活成本 实际上就有 伯众成本有可能会偏高 对吧 因为你强迫消费者去固定他的篮子 他可能为了生活的需要他去改变他的篮子 他为了让他活得更好 对吧 没有人为了改变篮子 是不是让自己活得更差 他为了让自己活得更好改变的篮子 你却让他去买原来的篮子 所以这就出现了一个衡量上的偏差 所以我们说CPI是衡量的固定物品的费用 但是它不是衡量的固定生活水平的费用 这里边有点差别 就像我刚才讲的 如果你永远买四个热狗两包汉堡 我肯定说你的生活水平没变 但是消费者可能去买三个热狗三个汉堡 这个时候你仍然强迫他再去买四个热狗两个汉堡 就出现了一个衡量上的偏差 他的生活已经不再取决于四个热狗两个汉堡的费用了 而取决于三个热狗三个汉堡的费用 你还要让他去买四个热狗两个汉堡 你就跑偏了 你应该衡量说三个热狗三个汉堡 带给他的效用 而不是四个热狗两个汉堡 所以这样就出现了这样一个衡量上的偏差 我们待会通过具体的例子来讲 可能大家更清楚 现在有点抽象 所以这边重要的就是有两个都是由于这个原因带来的 一个是汽带偏差一个新物品的引入 这个后面还有个无法衡量的质量变动 这个消费的就更好理解一些事项 不太好理解的是前面两个 就是跟我刚才讲的都有关系 那么所谓汽带偏差是我刚才讲的 你这个篮子要让消费者买一个固定的东西 但是消费者会对价格的变动做反应 那什么意思呢 我这个东西便宜了我就多买 对吧 贵了我就少买 或者相对来说 我用便宜的东西去替代贵的东西 所以你非要让我去买那个固定的篮子 而且我现在有便宜的东西来替代它了 你不让我买便宜的东西 你还让我买固定篮子 我本来可以降低我的生活成本 对吧 我现在原来这个篮子贵了 我去买便宜的东西 我花更少的钱 可能跟原来的效应是一样的 对吧 那你还要让我去买原来的东西 那你就高估了我的生活成本 对吧 所以这样就带来一个问题 我用便宜的替代贵的 我当然作为一个理性的消费者 我肯定不会用贵的替代便宜的 这个方向是单一的 我一定是买便宜的替代贵 那这种替代呢 就使得我的生活成本下降 消费者总是要追求一个更低的生活成本 而你呢 把我看成傻子 对吧 你让我永远去买那个固定的篮子 这样实际上低估了我 调节我的生活成本的能力 对吧 我的生活成本可以下降 你不让我下降 对吧 你让我去买那个固定篮子 这样就带来了高估他的生活成本 所以高估了生活费用 或者说低估了消费者调节 他的篮子的能力 我这帮举例子 因为这样讲特别抽象 我等于把那道作业题都给大家讲了 所以你们应该感到很happy 回去叫作业题就很好做了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消费者在2015年 用50万元购买了一件白棉内衣 我连这个题都不准备赶 另外50元购买了其他相比 这个我就不管了 在2015年的时候 一个质量相同的彩棉内衣 就是棉花不一样 颜色不一样 一件售价为60元 几乎无人购买 我这帮写个几乎无人购买 如果说完全无人购买 市场上应该找不到这些东西 我们只是说几乎无人购买 好2016年的时候 假定这个白棉突然变少了 由于这病虫害各种原因 反正出现了这个白棉内衣价格上涨的因素 质量相同的彩棉内衣价格上涨到50 可能彩棉一下丰收了 或者它这个品种抗病毒能力比较好 病虫害能力比较好 其他商品和购买的数量不便 好我们再想 比如说我就假定这两种内衣没有任何区别 消费者就只看价格 他不在乎这棉花什么颜色 反正内衣穿在里边谁也看不见 所以他就选择2016年用彩棉内衣替代了白棉内衣 好这样我们就来看 如果你算CPI的话 CPI要求固定篮子 这是必须的 这是它的定义 所以他一定要把彩棉内衣排除在他的篮子外边 他一定要算白棉内衣 他死活不考虑这个彩棉内衣 所以固定篮子是一件白棉内衣 还有一些其他商品 其他商品在这都是不变的 其他商品可以理解成任何其他的商品 所以2016年的CPI呢 就是你看啊 首先2016年的时候白棉内衣上升到60 他必须放白棉内衣 因为他固定篮子 他这个篮子里一定是一件白棉内衣和其他商品 所以2016年的时候呢 一件白棉内衣60 其他商品50 2015年的时候呢 一件白棉内衣50 其他商品50 对吧 所以这是2015年的费用 这是2016年同样的篮子的费用 我不管消费者实际买了什么 我一定要把这个篮子固定下来 消费者买什么在我眼里都无所谓 对吧 我一定要考虑这个固定篮子 所以这个时候物价水平就110 对吧 我死活要盯这个白棉内衣和其他商品 其他的我通通不管 实际上呢 我们说消费者只花了100块钱 对吧 这个时候物价上升100 实际上消费者花了多少钱呢 100 他现在不买白棉内衣 他买彩棉内衣 而且在这个例子里 他的生活水平没变 因为我已经假定了 他不管买什么颜色的内衣 他都不在乎 所以他现在花了100块钱 的效用是一样的 对吧 所以如果有一个理想的CPI指数 应该是什么呢 你的物价水平不变 为什么呢 因为CPI指数理想的情况下 是说 为了让消费者生活水平不变 我的支出要怎么变 然后现在告诉你 是要为了生活水平不变 他的支出不会增加 他现在去买便宜的彩棉内衣 他还是只需要花100块钱 就能得到跟原来一样的生活水平 所以一个理想 ideally 对吧 就是说理想的生活的 这个CPI指数呢 应该衡量成100 就还是没变 但是呢 你这个笨拙的这个CPI指数呢 衡量出来就是110 对吧 但是现实当中 这个理想的我们永远得不到 因为为什么呢 你这不是有很多假设 你这个买了白棉内衣 和彩棉内衣的质量一样 那可能消费者觉得 彩棉内衣还质量差点 对吧 那可能这个数据要调整 对吧 所以你的效用下降了 你的费用下降 所以这个例子很极端 对吧 我这所有条件都给你给好了 你马上就会说 你看这个就是CPI应该是100 但是现实当中 没有这么好的假设 对吧 你可能消费者替代完了以后 可能三元的酸奶涨了 他就去喝猛牛的 但是他始终担心猛牛这里边 有一些有毒成分 对吧 假设啊 所以他不见得认为 效用是一样的 对吧 所以这地方就没有办法 做出这么强的假设 但是你可以理解这个方向 对吧 就是说永远是说 消费者买便宜的 替代贵的 所以在相同的效用水平下的话 他总是倾向于买便宜的 对吧 而你要求他固定篮子 这个假设太极端了 你总是把这个篮子固定住以后 就防止了他去买便宜的 所以你看这个例子 就很明显 对吧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替代就带来了一个 高估CPI的这个问题 所以这是第一个例子 就是说你 如果用便宜的替代贵的 你还让他买贵的 那显然是高估了他的CPI 对吧 这个听起来是很符合之急 那第二种情况呢 也是高估 就是你买了其他的新产品 对吧 还是回到这个白棉和采棉的例子 比如说 开始50块钱买白棉内衣 50块钱买其他 没有采棉内衣 那现在呢 过了一年 发明了一种新的内衣 叫采棉内衣 对吧 所以这50块钱里边 有25块钱买白棉内衣 25块钱买采棉内衣 当然你不能买半件啊 但是我假定这个 把原来那个50元改成一打 对吧 所以现在是半打采棉内衣 半打白棉内衣 那我假定价格都没变 对吧 就是说原来是50块钱买白棉内衣和其他 现在是50块钱里边 25块钱买白棉内衣 25块钱买采棉内衣 50块钱买其他 那好处是什么呢 那消费者既然愿意买采棉内衣 来替代原来的白棉内衣 它肯定变好了 对吧 那我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牙膏 对吧 原来只有中华牙膏 三个钱一只 现在出现了加结式牙膏 也是三个钱一只 你原来只能买中华牙膏 现在可以买 用一次中华牙膏 感觉味道不怎么好了以后 对吧 换成加结式牙膏 价格还没变 但是我们说你仍然变好了 这个好来自于多样性 对吧 你天天吃麦当劳多不了啊 对吧 现在有肯德基了 跟麦当劳价格一样 吃一点肯德基 吃一点麦当劳 但是差别不是那么大了 但是总的来说还是 效应还是改进了 对吧 食堂也是 食堂价格都一样 原来只能吃紫荆 对吧 现在可以吃什么其他的 对吧 我也不知道你们那儿 食堂叫什么 比如说清芬 对吧 总的还是变好了 对吧 你说多样性 是消费者的一个追求 对吧 在多样性的情况下 如果你的物价没变 你实际上是变好了 而我们这个固定篮子 没有考虑你的多样性 对吧 我永远放中华牙膏 我永远不放加结式牙膏 所以这样 即便中华牙膏价格没变 我现在买一部分中华 买一部分加结式 我还是变好了 对吧 那我要变到跟原来一样好 我会更少的钱 对吧 我现在给你一百块钱 你可以买加结式 又可以买中华 你比原来更好了 那我可能会说 给你九十八块钱 你就跟原来一样好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给你一百 你比原来好了 我给你减点钱下来 你才能跟原来一样好 所以假定白棉内衣 采棉内衣价格都没有变 你的花费还是一百 但是我有理由认为 你现在比原来更好了 我就可以减你的支出 对吧 我减到九十八的时候 你可能少买点白棉内衣 少买点采棉内衣 你还是跟原来一样好 对吧 所以就像书上说的 这一美元的价值更大了 消费者只需要更少的美元 就能维持原来的生活水平 那这个原因就来自于 你多样性以后 你每一块钱的溢价 对吧 有个溢价 你变得更好的这一块钱 消除这个溢价呢 就使得你的生活成本 实际上是下降 对吧 所以这个也会带来一个 高估CPI 对吧 高估CPI 最后一个呢 就是质量变动 这个其实比较好理解 同样一块钱买的东西 质量好了 那你说要跟原来质量一样 其实就花不到一块钱 对吧 电脑原来都是 5000块钱一台电脑 现在也是5000 但是现在的速度更快了 对吧 显示器更好了 那就要调整到原来的质量 那就花不到5000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应该调整 质量 调整为不变质量的花费 就可能下降了 当然也有可能质量是逐渐变差 比如说房子 这个房子5000块钱租 逐业的质量下降 对吧 这个时候你同样的房子的租金实际上是上升了 对吧 我都花5000块钱租 现在租一个烂房子 原来租一个好房子 那现在这个烂房子要调成好房子 那其实就要花超过5000块钱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会带来这个CPI低估了你的生活费用 对吧 就是你同样的价值的产品 你的花费实际上会变高 所以这种问题就是 你要调整这个质量 对吧 住房也是一样 我们说房价在涨 但是我们说有没有人算过质量不变的房价 对吧 现在的房子是比原来贵 但现在的房子都比原来好 这点不可否认 对吧 你看看90年的修内房子 都歪挂雷枣一样 对吧 现在修的房子漂亮很多 各种各样的讲究 绿化啊 电梯的 电梯间都比原来漂亮 原来有的电梯间 对吧 你现在到一些小城市 你看那个电梯间 对吧 永远都在装修 对吧 电梯间永远都是弄得很脏很差的 对吧 你到北京一些比较好的小区 都很漂亮 对吧 所以这些都没有考虑进来 所以这个房价上涨 有哪一部分是价值量上涨引起的 这个需要考虑 所以这里边有个替代偏差 新物品的引入 无法衡量的质量变动 如果这个质量变动是提高的话 那么这个影响都是一致的 就导致CPI高估了 政治的生活成本 所以这经济学给出来一个 类似于好消息 对吧 CPI都是高估了我们的生活成本 但看你怎么理解是好消息了 如果你的任何收入是和CPI挂钩的 你肯定不会觉得是好消息 因为CPI调低了以后 你的收入也会跟着低估 但如果你是一个固定收入的人 你的肯定是个好消息 就是这CPI都高估了你的生活成本 这个问题相当重要 因为很多政府的计划 都是使用CPI来调整的 所以CPI在美国大约是每年高估一个百分点 在中国这个问题比较复杂 我们刚才讲了 中国有时候认为是低估 因为中国人的房价的统计 对CPI的影响比较小 所以中国的CPI是食品占的比重太高 所以中国的CPI有一个大家开玩笑 中国的CPI叫China Peak Index 就是中国猪指数 China Peak Index 因为它总是反映食品 而食品里边最重要的就是猪肉 所以叫中国猪指数 CPI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GDP评价指数它的区别 这个定义刚才讲过 如果它跟CPI做比较 它的区别在哪 它首先统计的范围不一样 一个是生产 一个是消费 对吧 中国人生产 任何人买 不管是消费者还是生产者 而且不管是国内国外 都是算到GDP评价指数里边 消费者买 价格之后反映的消费者购买 甚至包括进口 所以它范畴不一样 统计的范畴不一样 一个是生产 一个是消费 好我们来看下面一个差别 其实很有意思 就是它们的篮子不一样 什么意思呢 CPI是固定篮子 就是都是用机器的篮子 只是偶尔改变篮子 这个劳工统计局 只是偶尔改变篮子 这个篮子是过去的篮子 这个GDP评价指数很有意思 它永远都是用的当年的篮子 这点很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GDP评价指数是 名义GDP除以实际GDP 对吧 名义GDP和实际GDP里边的产品 都是今年的 是用今年生产的电脑的数量的限价 去除以今年生产的电脑数量的过去的价格 所以这两个的差别就是 这个篮子究竟是每年都变 还是每年不变 GDP评价指数每年都变 它每年都在去找 今年的产品的往年的价格 对吧 那这个CPI是永远都找 往年的物品今年的价格 好 你说这个差别有什么意义呢 那下面我就给你举个例子 等于帮你把作业体也做了 这个差别非常有意义 你可以看正好是两个带来的 这个方向是反的 我们回到刚才这个例子 这是我证明 如果CPI由于替代倾向 是高估了生活成本的话 那么GDP评价指数正好相反 由于它这个篮子的差别 它正好是低估了这个生活成本 如果你不相信 你就来看这个例子 就回到这个刚才这个例子里边 我还是整个故事都不变 开始大家都买白棉那衣 然后大家后来都买采棉那衣 那现在我加一个假设 就是所有的消费都等于生产 对吧 因为GDP这两个差别 我不想关注是消费和生产 这个范畴不同的差别 我假定这个经济 每年都生产采棉那衣和其他物品 每年也消费采棉那衣和其他物品 所以我这个 我把其他的差别都给它抹了 我不关注他们统计的范畴不一样 我只关注他们换篮子 这件事情带来的差别 对吧 所以我把这个差别抹了 所以经济当中买白棉那衣 就生产白棉那衣 买采棉那衣就生产采棉那衣 好 那现在你来看 这个其实很简单 由于经济当中 买的和生产的都是一样的 所以到2016年的时候呢 大家都买白棉那衣50块钱 买其他50块钱 所以大家的民意GDP是100 我假定 不管你用不用人均这个概念 都可以 假定是人均嘛 因为现在这个 假定每个人买的嘛 这是人均的概念 所以2016年民意GDP 50块钱的采棉那衣 加上50块钱的其他 就是100 2016年的实际GDP呢 这就变了 因为你要用过去的这个价格 这个采棉那衣 在过去的价格是60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我这个篮子是说 是一键采棉那衣 加上其他 这个是说 一键采棉那衣 在今年的价格是50 所以50加50 那过去的一键采棉那衣 价格是60 对吧 实际GDP是说 用基年的价格 基年的价格是60 采棉那衣 所以这个时候呢 实际GDP呢 是110 因为你要考虑 同样的物品 在机器的价格 对吧 所以就变了 同样的物品 在机器的价格 从无时 反而上涨到了60 所以实际GDP呢 是110 因为这个时候 采棉那衣 在机器的价格 更高一些 那这个时候呢 GDP平坚指数呢 就是名义除以实际 对吧 我现在2015鸟不管了 你再乘个100 除个100 没有任何影响 我知道GDP平坚指数 直接就是 名义除实际 就是说 你这个GDP平坚指数 实际上意味着 物价是下降的 物价是下降的 不仅是 而且下降的比较多 对吧 下降的比较多 所以GDP平坚指数计算 物价水平 实际上下降了10% 那我们刚才知道 用CPI计算的 物价水平 上涨了10% 那我们说 实际的是什么呢 实际的是不变 对吧 我们说了 理想的 ideally的是说 没变 对吧 因为你原来花100 买的是白棉内衣 和50块钱其他 现在100 采棉内衣和其他 你的生活成本 变没变呢 根本就没变 但是我们发现 有两个指标 正好一个是说 你的物价涨了10% 我把它看成是 过去的篮子 对吧 你过去的篮子里边 白棉内衣 现在涨了10块钱 我现在就给你 多算10块钱 但是其实我 现在根本就不买白棉内衣 我只是买采棉内衣 对吧 所以你其实多给我 算了10块钱 那个CPI 因为我现在不买的东西 你非要让我买 这个GDP正好相反 说我现在买采棉内衣 那好 那我原来给你算采棉内衣 对吧 因为GDP平坚指数 篮子是按现在 你现在买采棉内衣 原来也买采棉内衣 那对不起 你又给我少算了10块钱 对吧 因为我原来那个采棉内衣 更贵的是 我根本就不买 对吧 根本就不买 对吧 现在你非说 我节约了10块钱 我其实也没节约10块钱 我原来买的是白棉内衣 你非说 我原来买的是采棉内衣 然后现在你花50 原来花60 你省了10块钱 我告诉你 我根本没有省那10块钱 对吧 我原来买的那个 就是50的 现在还是50 只不过颜色变了 对吧 你非跟我说 你原来买的是60的 然后你说我省了10块钱 我也没省这10块钱 所以一个人非要说 我多花了10块钱 一个人非说 我省了10块钱 其实我都没有 对吧 我就是跟原来花了 一样多的钱 所以一个高估 一个低估 对吧 正好是反的 然后是反的 所以替代偏向 CPI高估生活费用 GDP平均指数低估 原因就是篮子 对吧 CPI是说 你高估了 我今天花的钱 我本来 今天只花了100 你非说 我今天跟原来那个篮子 一样花了100亿 GDP平均指数呢 是你高估了 我过去花的钱 我过去也只花了100 你非说我过去花了110 一个高估了分子 一个高估了分母 然后正好算出来 就是对吧 一个高估一个低估 所以这是这个原因 所以简单的道理 就是CPI肯定比 GDP平均指数要高 通常来说 如果你不考虑 他们统计的范围不一样 对吧 因为CPI是比真实的要高 GDP平均指数比真实的低 那肯定上面那个 比下面那个高 对吧 那你看图写是这样 对吧 你看CPI基本上都在 GDP平均指数上 基本上都在 个别地方有偏差呢 还是因为他们统计的范围不一样 对吧 所以我这个理论还是有一定道理 这是美国的CPI和GDP平均指数 所以这一点书上没有讲 但是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 你可以去想一想 我们作业上 如果你还没听懂 你可以再做一下作业 最后这个 我没有特别多时间了 就是你要调整这些物价 比如说你原来 你原来挣的钱换成今天 对吧 你原来一根冰棍五分钱 现在一冰棍十块钱 你是不是现在冰棍比原来贵 这个问题其实不好回答 如果你直接看价格肯定贵 原来是五分钱冰棍 现在十块钱 但是如果你说相对价格是不是更高 那你要看所有的物价都在涨 对吧 原来五分钱的东西 现在可能都得卖 有的卖15 有的卖20 那冰棍可能相对还便宜了 对吧 那怎么调整呢 就是按物价指数调整 对吧 你把在那一年花的钱 价格 你把那一年花的钱和那一年的价格除 对吧 你看这个式子 你把一个过去的美元换成今天的美元 什么意思呢 你先拿过去的美元 除以过去的价格 那就相当于过去的美元 能买多少东西 对吧 你现在有十块钱 你当年有十块钱 我把它换成成今年值多少钱 什么意思呢 我把当年的十块钱 先除以当年的价格 我就算出来 当年的十块钱 能买多少东西 对吧 我先不看这个今天价格 我第七年美元除以第七年价格 就相当于第七年的美元 能卖多少东西 能卖多少根冰棍 对吧 第七年的冰棍多少钱 第七年一块钱 能卖多少根冰棍 算出来 对吧 一块钱 假定第七年冰棍五分钱 能买二十根冰棍 对吧 那今天的价格水平比去年 往年高了多少 再乘回来 那就相当于 今年要买这么多冰棍 对吧 你要花多少钱 对吧 所以就这个概念 所以这样就换算出来一个 过去的美元和今年的美元数 所以这就可以换算 比如说你有一个棒球明星 一三年挣的钱是 他挣了八万美元 把它换算成今天 在今天他要达到 同样的生活水平 他应该挣多少钱 对吧 就是今年的物价 除以往年的物价 再乘一个数字 这个物价膨胀了这么多 你的收入要相应的膨胀 你才能够跟原来一样好 所以三十年的这个棒球明星 如果要活到现在 他需要挣这么多钱 跟原来一样好 书上有个讨论说 这个钱还是不错的 这相当于是一百二十万美元 对吧 还是很高 但是他说 比现在的棒球的超级明星 还是挣得少 所以这个Baby Ruth 可能 如果活到现在 可能应该能挣得更多 因为他是 超级明星 这里边也有些 我就不展开 比如说最低工资 如果你中国物价调整 你会发现 你如果不调整物价 你发现最低工资在涨 如果你调了物价 发现最低工资实际上在降 你涨的幅度没有物价快 所以最低工资是在降 这是美国的数字 好 这个表我想稍微说完 因为我昨天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这些电影 究竟是什么 我觉得我不讲怎么亏的 这是这个电影票房 就是电影票房 如果按物价调整以后的排序 所以这数量有 排的最高的是这个飘 飘是最高 飘是三十年代的电影 就是大萧条的时候 所以如果不调整的话 基本上你可以看是这个阿凡达是最高的 阿凡达是最高的 所以大概是这样 就很多都调整 我这地方想说的是 我昨天研究了半天 我有一个发现 这里面有好几部都是星球大战系列的 你们知道不知道 我研究了很久 Star Wars 这肯定是1 所以它叫Star Wars 这个叫The Empire Strikes Back 这是新弹系列的一集 叫帝国反击战 中国人翻译 还有这个叫Return of the Jedi 这个也是新弹的 这个叫 中国人翻译成叫绝地复仇 绝地复仇 这个JD应该是人的名字 但是我们直接翻译成叫绝地复仇 所以你可以看这里边 新弹的片子占了三部 对吧 非常厉害 所以新弹是非常赚钱的电影 而且你看这些公司 大部分都是非常有名的公司 有福克斯 有米高梅 这里边有迪斯尼 对吧 迪斯尼 有Riversal Studio 对吧 这些 所以迪斯尼最近拍了一个电影 叫疯狂动物城 我估计可能也能排到前面 这些票房挺好 在中国基本上 现在还在印的 印了好几个礼拜 将来可能能排到 我预计它告报能进到前15 它确实大家都很喜欢看 所以还有一些什么 都是一些 有一些是宗教类的 什么宾须啊 什么实戒啊 这种排在比较靠前面 Titanic这个大家都知道 也排在比较前面 所以我总结一下 美国人比较喜欢看那种星战的电影 但凡星战电影拍出来 都基本排在前面 而且这个东西总是能拍续集 对吧 这个外星球的人都是打不死 打完了就跑了 然后贵真又回来了 人实在都打死了呢 又再换一个星球接着打 对吧 就是这个星战系列 拍续集的这个故事很好编 所以他老是能拍 他也老卖做 好 后面的这个我想我就 最后这个利率 这个大家看一下 实际利率 民意利率 就是我们表面上看的都是民意利率 银行给你的钱 对吧 但是呢 它可能没有反映物价 对吧 你存进100 然后取出来105 可能物价也涨了105 其实你就亏了 对吧 所以那怎么来考虑 这个是不是亏了呢 就是要做一个换算 你把民意利率减通胀率 实际利率 那代表的是你购买力的变化 对吧 你100块钱存进去 取出来105 但是通胀也是5% 就相当于你存完以后 你的购买力没有变 对吧 你购买力跟原来一样 这个实际利率 就是衡量你的购买力的 所以用实际利率 来调整物价 对你的购买力的影响 所以这个大家自己看一下 这个很好理解 这个式子是一个约等于 对吧 不是完全相等 做了一些近似的 好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 好不好 我们下课